我们今年5月看到了总统赖清德说 祝大家母亲节快乐 他也大张旗鼓地说 今年7月开始我们会有很多的临时定点的托育服务 但实际来他的运作成效又是如何呢 8月开始事半了 我们其实看不太到有任何的公开资讯或宣传来 来请问教育局同仁 你们知道目前高雄市哪里有这些临托地点的请举手 38个完全知道请举手 没有人知道局长你知道吗 38个在哪里知道吗 报告一座 那这个38个我们在8月14号到9月30号做 那也补助他们人事费 好来请坐 但我看好像有蛮多同仁不了解到底是哪38个 不要说你们不知道 一般民众也不知道 因为在你们教育局的新闻稿也好 其实不要说你们不知道 很多民众真的也是不知道哪里有 所以说他的营运状况 他的事半状况如何 其实蛮惨烈的 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是我们向你所资 要议员哦 身为议员有职员向你们所资 我们才看得到哦 一般平民百姓呢 他有办法向你们所资吗 没办法耶 他们要找任何的资讯都找不到 所以这个可能不够友善 后续要再加强一下好不好 好我们看到他实际状况 实际实施下来 其实那个效益是不够好的 因为两个月来我们看到 才170人次而已 我们换算下来 他的满额是 如果以六周五天38 目前是35个啦 未来会多加三个 所以我们以35个学校去计算的话 可以收8400个人 等于现在你们才达到2%的效益值而已 那你知道现在一个学校补贴多少吗 80万 对不对 那80万再乘以35个学校 2800万 2800万两个月来才提供170人次 这个是我们教育局不够用心 不够接地气 还是说我们中央政策完全搞错方向了呢 因为根据我们了解呢 其实是实际上会有需求的爸妈 他们大概都会在夜间比较有需求啦 但是我们现在只有一间 可以临拖到6点半而已 其他到假日也都没有 可是呢 社会局有另外一条支线呢 他们有24小时临拖 也有夜拖 使用人次远远比你们交易局还要来得多耶 代表说真正需要临拖这些家长 都落在晚上 落在假日 反而不是你们一到五的平日啊 对不对 所以说 你们看看要怎么样去跟中央建议啦 或是说你们在后续的宣传 应该要再更给力一点好不好 让有需要的民众 可以真正去使用到 不要2000多万已经花下去了 结果没有人来 一百多个人来 这样子的数字其实是不能看的啦 所以以上两点是我的建议 加强媒体宣传曝光 还有对 或者说我们可以示范24小时啊 假日夜间临拖的服务 试试看好不好 因为它的需求是的确存在的 还有再来原众地区公共化教保不足 来教育局这个一样跟你们切身相关的 我们看到了 它的教保的供应服务量呢 原中地区才4.72% 好 未来 你们会多增加60个名额 也不过9.44% 原中国小 原中地带这么的大 小朋友这么的多 你们觉得这样的数字是好看的吗 如果说觉得不好看 我们再想想办法 怎么样帮帮这些原中地区的家长和小朋友好不好 好吧 台积电未来要进驻啦 对不对 未来有很多高科技人才会坐落在我们男子啊 他们也会吸家带卷啊 在这里落地生根生孩子啊 不能让他们感受到高雄对于教育的不贴心吧 不能让他们感受到高雄对于这些小朋友的重视吧 对不对 教育局麻烦您一下 以下两点是我的建议 加强盘点一下我们原中地区增设公立非盈利幼儿园的可能性 还有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